長髮公主的秘密 邀您貢賞小姐夫希蒂 在外面妝小貓咪回到家室 當母老虎 然後我也聽說那個 我就知道台湾人很變態 不是 因為那是 她是會順口料耶 結婚到現在 我沒有罵過我老公耶 真的嗎 如果戴劈腿 妳會怎麼樣 戴劈師 戴劈師 拿安全帽 她劈腿啊 如果她真的很愛那個女生 的話我就會說 那妳跟她在一起 如果她說 還是要會很愛妳 就是 我說那妳也很愛我的話 我說那我也要去找 另外一個男生 對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如果我老公同意的話我就說 妳以為怎麼會 大家來玩嗎 妳以為是妳的 我以為是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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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舞牙先生是來自 來自巴西 巴西 然後子龍 朱子龍來自意大利 意大利 少強 德國 對 德國 德國 日本 日本 我才有一次 從日本來的 妳好 所以意大利一定就是喜歡 大奶 大豚啊 對啊 我們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那個大的豚呢 我們會用 曼陀琳來 來表達這個東西 曼陀琳 就是很像我們意大利的 傳統吉他 有大概這樣的一個形狀 那個就是 最完美的豚布 所以你以前交過的女朋友 都是 就是曼陀琳嗎 有一些有啦 真的是比較加分的啦 對 比較加分 滿好的 對 所以對義大利男生來說 你第一眼看的會是臀部 我們會 第一眼看臀部 那你剛才是有歌 那你剛才是有歌 就是我 你剛才女屁我的話 對 如果要是看 如果要是看著我的話 我都不看 然後轉過來 我才開始看這樣 所以你是說 你不在乎臉喔 我在乎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這個臀部的話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的 加分嘛 人生的一個注意力 會到那個位置 對 注意力會到 對啊 沒辦法 就是 我的眼睛的定焦你知道嗎 因為巴西 應該也是超愛臀吧 我用美食來形容好了 我們巴西最有名的形容 是巴西烤肉吃到飽嘛 說我們要前面有肉 後面有肉 我們只喜歡肉 我們喜歡的巴西女生 都是有肉為主 就是運動的那一種 一啪就有聲音 不然是啪哪邊 就各種啪 可是你至少有肉的啪 不是脂肪的啪 對 脂肪的啪啦 為什麼有聲音啊 它就是 對啊 換你 懂嗎 又會音 可是你 不然你來台灣多久了 我來了 今年大概會滿15年 那你一定照顧很多台灣女友啊 有約會及格台灣的女生 很多 約會還是說真的有在一起 真的有在一起 大概一兩三個吧 就是真的有認真在一起的 然後是真的 也是前途後向 然後大腿也是 大腿小腿是小腿嗎 這個就滿意外的 因為我在巴西長大嘛 所以我在巴西 喜歡的那些女生的對象 都是就像妳說的 就是比較豐滿的 性感的那一種 可是因為我來台灣 我就發現其實 台灣女生跟巴西差很多 對 所以對我來說 是一種新鮮感 所以雖然我個人的標準 是以巴西那邊的方向走 可是我發現其實 是台灣女生有自己的一種美麗 所以我有試著 就是比較瘦的啊 有教過的 比較瘦的 有沒有就是整個 平到不行 然後也是直線腿 骨感 骨感的 可是我是被騙了 對... 因為當初一開始就覺得 有東西 可是後來就發現沒有 你當時也不小心露出 就是那種 就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跟相像中的不太一樣 可是不會到生氣 小小失望 對... 那那個子龍 你有交過台灣女友嗎 有... 我也是被台灣女生騙過了 好幾次了 對 我現在有老婆跟小孩 對... 我有一個台灣的老婆 他是騙到結婚 所以你現在老婆是台灣人 是台灣人 對... 他也是騙你嗎 對... 一開始是騙我的 你老婆怎麼騙你 他就是用個性來騙我 我對就是... 用個性的心是很... 對啊 他就是他的心事 就是事事配合你是不是 他的心是很好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啊 所以他身體上不符合我的標準的 這些東西我都突然看不到了 所以他當時是做了哪一個善事 你就被他那個迷上了 有一次我們搭飛機去義大利去玩 然後我們在轉機的那個過程中 我們在土耳其 那個飛機壞掉了 所以大家都需要出境 但是台灣人去土耳其 一定要辦簽證 所以有很多很多台灣人在那邊 需要用電腦辦這個簽證 很多人都是年紀比較大 不知道怎麼辦 我老婆那個時候是我女朋友 她在那邊幫了不知道幾... 就是好幾個人 十幾個人辦簽證 他是導遊嗎 有收費的啦 你說跑掉也尷尬啦 所以他就是自願這樣幫那些老先 他幫大家 對啊 只要大家都有簽證 他才離開 對啊 你看這樣要不要娶他 這是感人的故事耶 對 這是感人的故事 我們先問沒有結婚的人好了 對 照相 我怎麼樣 德國男生 我不太了解德國男生的適合 就差不多 差不多一樣 就切口翹 喜歡運動 他們都來意大利 喜歡找意大利的女朋友 但是我們都不理他們 但是他們的女生來意大利 都會找意大利的男朋友 德國女生確實蠻喜歡拉丁男人 對 所以你現在有台灣女友嗎 我現在沒有 對 你沒有交過嗎 我當然有交過 我來台灣十八年 所以... 所以是你交過哪一類型 交過各種各樣的 矮矮 小小的 大的 大隻的 肉的 健身的型 然後真的什麼都有 會愛上他們的 是不是都是因為個性的關係 一部分是臉 臉啊 我非常注重臉 對 臉很重要 你喜歡是哪一種長相的 很多種長相都可以 並不是一定要鳳眼 或是雙眼皮 或是什麼的 都不一定 就是你看得順眼 我看整體的那個和諧的感覺 就是我的誠美觀是很... 我很愛美的東西 那美不是只有一個東西是美 很多種東西都可以很美 所以有的女生皮膚比較黑很好 有的皮膚比較白也很好 但是我不喜歡太假 我喜歡開朗天然的笑容 你看得出來整形過的女生 看得出來 當然 不一定 台灣有很多整形女人 我看得出來 你看得出來 那你看得出來 她整哪邊嗎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哪邊 哪邊 你看得出來 對 我們就說對 不對就不對 你講一下 你不要 沒有 你講講看 因為對 有講過了其實 沒有 你講講看 你其實講的 跟我的第一個女朋友超級像 真的 我現在不是唬爛 你真的跟我的第一個女朋友很像 想凹掉喔 真的很像 那也是我真啊 所以小愛是你的菜喔 沒有真 你講啊 你可能是 那你講一個 可能肉毒啊什麼 一些小東西吧之類的 沒有 都沒有 好 很好 很棒 所以你看 我看得到整形臉嗎 沒有 我知道你 二十年前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有人要去整形的話 你就是當他們的名字 你不要多說 你跟他話都講清楚 沒有啦 你一看到我就覺得 我是整形臉 沒有 而且他還說他看得出來 對啊 不是 哪裡 你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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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好不好 你很自然 那你剛剛 為什麼要說有 你問我 我覺得逗你 逗你緊張吧 我不知道耶 只是想要 你真的跟我的女友 你一個女友很像 然後我的第一個女友 也沒有整形 你第一個女朋友 漂亮 德國人很難想除啊 其實我的審美觀 來台灣之後 有稍微改變一下 對 你以前就是那種 我完全覺得 理想型的樣子 對 真的 那後來我來台灣久了 我發現很多這種型 更好看 但是 更好看 他以為你是台灣最頂啦 沒想到有更多好看的嘛 對 是 OK 我在這邊呼籲 我不喜歡德國男生 說你整形 又說你其實還好 義大利男生跟巴西男生 聽了有沒有冒汗 怎麼會有人講話這樣講 好熱喔 你們應該不會講這種話吧 我如果問你們說 你們覺得我有整形嗎 你們會說什麼 這麼可能 對啊 怎麼可能 德國人 你在國誠實 沒辦法 我看我的誠實來上節目 我們有其他的優點啊 很誠實 所以後來發現 你以為我已經漂亮了 但有比我更厲害的 你還是很漂亮的 但是有更厲害的 我以為 我以為你們可能覺得 你是十分漂亮 現在變成可能八點五分這樣子 我愛你 你突然不 不要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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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我們盡量不要發 德國人來好不好 結果後來發現那個 很高分的是類似哪一型的 其實我不喜歡一定要化妝的女生 因為有的女生比方說 我之前才是 在一週間碰過 就是化妝好什麼 什麼雙那個 雙睫毛什麼的 然後卸之後就發現 蛤 差很多 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人 所以我覺得 失望了 那真的讓我心動的女生 是我素顏看到她們 還是覺得 她們微笑 就讓我心融化的那種感覺 就是合唱 這個是我喜歡的 這也每個男生都喜歡吧 不是 我覺得不是台湾女生 不是 對 不是台湾女生卸妝不好看 是因為你們平常卸妝就沒有自信 你懂嗎 那個感覺不一樣 就會有點變得好像個性 對啊 卸妝沒有卸妝不行 就不能出門 那些女生不會啊 她們沒有卸妝沒差 還是會出門的 所以她們不會覺得 有那個沒有卸妝不行的感覺 這樣講的話 應該日本差異更多 真的更多 我們一定要化妝 那是禮貌對不對 禮貌 對 最後問一下一束喜歡什麼樣 類型的女生 我們就要來欣賞今天的來賓囉 我很喜歡有氣質的 像曉威的事情一樣 你看 她們都很會拍馬屁 你就是喜歡這種人嗎 沒有啊 真的是有氣質的 她們是有禮貌 然後又是很真誠的 是很不禮貌 除了氣質 那個外型呢 外型的話 我比較重視看的是 臉跟身體的比例 你好像有明確的喜歡誰 對不對 解麥酥 對 解麥酥 很喜歡解麥酥 她又有氣質 然後臉很小 然後漂亮 然後可愛 然後 又有性感的感覺 對 以上四位都有自己 屬於自己的喜歡的類型 如果直接看臉 我們就是很俗氣 所以我們現在是請了 我們今天所有的女來賓 她們挑選了自己一個覺得說 最有自信的地方 特別迷人的部位 先給你們四位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現在先 這邊有那個電視 先有請第一位 第一位 一號呢 她最有自信的部位 我們來看一下 是哪邊咧 我剛以為她裙子 這麼寬一件 她是十翻型 十字翻型 她的錢滿多寬 我是剛剛舞劇耶 OK 那是不是大腿是大腿 小腿是小腿吧 對 可能可以要轉過來一點點 轉過來 正面一點是不是 對 正面一點 對 可以正面一點 然後把裙子中間一邊先起來 滿有肌肉的 好像滿有肌肉 好累喔 對 所以你們都OK嗎 我這個腿還不錯耶 我可以看到她的肌肉型 這個腿感覺這個 感覺她很有自信 這個腿就是有肌肉 有力量 就會覺得她是一個 很站得穩的人 站得穩的人 是穩嗎 不是一個化學 所以這個腿有誰覺得 真的非常迷人 有 還不錯 她可能有氣質的 覺得是有氣質的 應該我會喜歡的類型 目前 目前感覺 好喔 但你覺得她個性會是哪一種 比較兇的嗎 兇的嗎 兇 兇嗎 剛才講的一樣 有自信的感覺 就是她可能有在 很腳踏 比較霸氣 所以你會喜歡兇的女生喔 不是 我說的是外表 剛才講的喜歡是外表 對 好 四位 第一位這個腿 如果已經讓你們覺得 這個就已經是你的天菜的話 請舉手 太怪嗎 不會喔 沒關係 你就做自己 你可以喜歡所有的人 好 你可以喜歡所有的人 好 那先 一束 這個還不到 還不到你們的標準了 很棒 可是還沒有到理想 還沒有到完美 她是差在哪 你看吧 說實話了吧 真的 剛剛要捧成怎樣 你們很激烈 我們沒有零跟十分 我們還有一到八點五 像我剛剛講 你覺得八點五很難先對不對 我不要八點五 我要十 沒辦法 不是每一個人十分嘛 抱歉 我也不是十分嘛 我給自己七分耶 你已經比我好看了好不好 我七分 你八點五分了 我已經配不上你了 好 要換你開始 好 那我們就來歡迎第一位 這個腿非常讚得穩的 一號出場 是誰啊 謝謝 好 贏了 贏了 是看到 歡迎 剛剛大家對你的腿都讚越有加 說你站得很穩耶 我真的我就要聽到我才跌倒 怎麼會是這種稱讚啊 其實這個我看到腿 我真的 我拿頭腦裡面 我在想有可能是Amanda 是喔 你認識Amanda 你認得我的腿 義大利人就是會記住腿啊 就是我會對 以腿啊 你是有注意過她的腿 YES 因為對 我在其他節目有看過啊 那臉我也記得啊 當然啊 但是 對 可是 他太恰了吧 所以你覺得他的樣子 是不是義大利男生會喜歡 喜歡 會喜歡 對啊 很性感啊 然後感覺很有自信 然後感覺跟他出去玩 比如說我跟他去逛街 不是逛街買東西 比如說去羅馬 散步玩一整天 感覺是很好玩的 對 我真的覺得外國人 他們喜歡的是那種 女生的氛圍 對 就是不是純粹的外表 就他們可能看你的自信 看你比如熱愛運動 或熱愛生活的這一面 我覺得你是不是在國外 就會有豔遇 可是我去過歐 那個德國也沒事耶 德國人很考驗 德國人 出錯地方了 出錯 她一直跟你說 八分 七分 八分 七分 對 他就很計較 一直說我給自己七分而已 為什麼要給十分 他還給我八點五 他說後來發現有十分的 你說過不過分 他很囉嗦 對啊 少俠如果這樣一到十分的話 你不要考驗我了 我已經得罪 我不想再得罪更多的人 拜託 就是這樣 沒有 那你覺得 你覺得他是德國人會喜歡的樣子 就摸這個東西 不同人喜歡不同的型 我不能代表說的德國人 你代表你自己的話咧 我就 不要迷他了 我真的很害怕 你害怕 你驚訝 少俠 那這個在巴西 應該很受歡迎吧 巴西有受歡迎啊 那是說是 很巴西的標準的那一種 我也覺得 不是前後都有肉 或他的個性很豪波 很陽光 很夾粉的 所以如果他在巴西在酒吧 然後剛好你遇到他 超的會踩對 我跟你講 巴西 真的 你去錯那一棒了 三姐 亞洲女生在巴西 巴西就很吃香的 就巴西人生很喜歡亞洲女生 但假設有這個三彩 一定OK的 對 可是剛剛有給他最高分的啊 一數 來 看到本人之後 好多 就很麻煩 日本人 有一點好語言 日本人 日本人喜歡你的腿 腿是真的一百分 腿是真的有 但是我比較不太喜歡那個 那個什麼 像西方的那種臉 我比較喜歡亞洲的臉 日本人就這樣 日本人就這樣 因為他的裝飾有一點歐美風 對不對 對 歐美風 性感 對 你是不是覺得太強勢了 身材是很好 但是歐美 可能個人的喜好吧 我不太喜歡那種歐美的 好 耶穌米 老實講 如果他去日本的居酒屋 會不會有很多人跟他搭訕 跟他搭訕 不好意思 日本人是自己追求的 不是 不是 因為 因為日本人真的喜歡亞洲人 非常 真的通常 通常我們很喜歡外國人的 但是真的啦 因為日本人每次 我在路上很少看到那種侵略性 很高的女生 你絕對不是日本人的菜 絕對不是 你一定要去意大利 西班牙或是巴西 好啦 我要去巴西了啦 我跟你講你去巴西 意大利絕對 有 有 我去過 那個東南亞 我也是很紅 有一次我去巴西島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去那個一個 Lounge Bar 然後聽一些Live Band演唱 然後我就點了酒之後 然後從我的那個 跟我點餐的人 他就消失在整個吧台 我就找不到他 因為其他人的酒都來了 就我的還沒來 我想問我的酒去哪了 對 結果等了很久之後呢 我的酒終於來了 他順便附上一朵白玫瑰給我 他要去採花 不是 他去摺 用餐巾紙 只要一朵白玫瑰給我 真的喔 對 那有後續嗎 沒有 就這樣 所以你也沒有在跟他 調情或什麼的嗎 因為不是 去國外就是要Flirt啊 因為那個時候還不會啊 不會這些 你現在應該會Flirt吧 現在會了 你覺得Flirt要 第一句要講什麼 教我 可是走在路上很難耶 所以說 對 女生都是一個 用肢體的語言Flirt 用眼神喔 當然啊 你在有個那個 巴西人 你試試看Flirt的一下 你就走去然後看到他 你的菜 揮夢一下 OK 好 走過去 不... 不行喔 很好 很好 不行 不行 為什麼 因為他大概 坑了我大概上次 大概一秒鐘 坑了我一 二 三 OK 大概國興太多了 因為巴西女生 他到底覺得 因為巴西是女生主義的國家 不能太刻意 你只要坑我一飄 然後就走了 對 所以你就走著然後就 因為巴西女生不缺男生的 你不要太刻意 要求我的注意 你要看我一次就好 然後就 就走了 對... 那你要分過去嗎 一試的 OK 好 好 來 沒的 真的嗎 真的 那個風出來 跟著風走 去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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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的假期是什麼時候 那個... 九月 九月很便宜 真的 就四號兩萬塊 不要有牌 你不要那麼興奮 九月為什麼可以 九月為什麼 我這就在哼氣跳了 九月四號兩萬塊 就可以去巴西了 很便宜 趕快去 OK 好 好 歡迎你們來 謝謝 下一位 要露出他自己覺得 最有自信的部位 請看 可以 這個臀部 可以... 跟腿 有練耶 這個臀怎麼樣 如何 很棒... 就Pitch的 這位有健身的習慣 看起來就是有運動對不對 水蜜桃的屁股 所以已經愛到不行的舉手 真的喔 藝術你為什麼不喜歡 可... 你不要... 什麼... 你幹嘛啦 為什麼 你幹嘛 可能我比較不太喜歡那個 太練的吧 因為太多 健身太多 日本男生還是喜歡 牽... 就是你知道那種 弱弱的女生吧 可是他喜歡 Amena的腿耶 細的 對啊 站著穩 站著穩 對 你要細的 可是Amena你不是 有練到 但是剛剛 螢幕上看起來滿細的 就是我閃 不是... 那人也滿細的 這萬一出來長得還很美的話 他們應該瘋掉了 瘋掉了喔 所以目前是兩票 兩票 兩票 湊起來加了 可以... 幾分 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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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屁股輸你的臉耶 對啊 沒有 他是故意不給你講的 我不是說九分 他屁股比你的臉好看 對 真的吧 他是有在 沒有落落陷情 他在心裡算計過了 對 是 好了 接下來歡迎第二位 請出場 是誰呢 哈囉 大家好 壯壯 歡迎 妳好 他臀這麼翹 可是他確實天氣的身材 大家好 這應該... 哈囉 藝術應該會不會... 我很喜歡健身的人耶 你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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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重 我跟妳說不喜歡嗎 我一定的 你後來他出來之後 你發現他的臉是可愛的 對不對 對 這是你喜歡的樣子 這是日本人很喜歡的 因為有瀏海 對 因為有瀏海 又有臥蠶 很像我像的那種類型 你好 我是壯壯的 怎麼辦 藝術是不是很想跟他那個 要電話 還是要什麼東西的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沒有 就是我也 我也很喜歡去健身 還有去運動 所以 你剛才前面就說 沒有 我不喜歡去健身 不要太轉 我的意思是不要太轉 不要太轉 對 我都撞 我也會撞 撞 那我很喜歡轉的 那 又改了 沒有 醫師說 你是有在健身的人嗎 有 就是我原本 剛來台湾的時候 更瘦 超級瘦的 真的 摟一下 摟一下二手肌 所以瘦起來 你摸一下他有胸肌嗎 有嗎 一點點 一點點 四個男生過去 你覺得哪一個 會是你比較喜歡的類型 我覺得舞陽滿是我的菜 真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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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意外喔 是因為長相還是 因為我也滿喜歡 就是健康 看起來有運動 對 然後笑口常開 對 比較 就是Always面帶笑容 對 他沒有說他運動 但醫術有說他運動 是 有 因為舞陽 你有在練嗎 我有在練啊 你是硬的嗎 我酸贏的啊 你要磨嗎 因為你現在穿這樣 感覺看不出來 你有什麼 可以啊 來 我有 來 來 撞撞 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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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外國人標相好不好 你幹嘛 你 你疫苗變成佩洛羅了 對啊 他沒發作人 你現在為什麼要問台灣人 你是錢德羅吧 天啊 不敢 突然很快就開了 太突然了 不要輸他 不要輸 趕快 你贏啦 沒有 沒有東西給你了 結婚到現在 我沒有罵過我老公耶 真的嗎 如果再劈腿 你會怎麼樣 絕技師啊 再劈腿 不會啦 拿安全帽 他劈腿啊 如果他真的很愛那個女生的話 我就會說 那你跟他在一起 如果就是 還是要睡開放性感的事 我說那 你也很愛我的話 我說那我也要 有去找另外一個男生 對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如果我老公同意的話 我就說 你以為是 大家來玩嗎 你以為是 你以為是 我以為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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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所以我覺得 反正你們還是挺假的 我的意思是說 那假的有理有必 就是 在外面妝小貓咪 回到家是當母老虎 然後我也聽說那個 罵是疼 打是愛 我就知道 台灣人很變態 沒有機會 你以為是 他真的在鑽口料耶 真的嗎 所以你是來自法國的朋友嗎 我是法國巴黎人 巴黎人 所以巴黎人是 我們巴黎就是 完全相反 在家裡就是 像可愛的小貓咪 很溫柔 那真的很肉 然後我們一出門 戴那個母老虎的面具 跟誰都很兇巴巴 反而是相反 對 然後就是 所以我有一個弟弟 反而就是 台灣女人表裡不一 我們外國人 女時候也看不懂 我有一個乾弟弟 那時候他 他們來我家 他那時候有一個 台灣女生當了女朋友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的時候 要準備那個過年 怎麼安排 然後台灣女生就要回家 跟父母一起過年 對 然後我弟弟就是要跟我們 一起玩 一起玩 然後我們就開始設計 我們要玩什麼 然後他跟那個女朋友說 挺好的 那台灣女生說 就這樣 整個晚上的笑容就這樣 然後我弟弟就很自信 就開始喝酒 然後在廚房跟我說 你看 你看我女朋友 不錯吧 她很好說 我說 好 在這個 可能在我們面前 就是這樣那麼客氣 很聽話 你回家 可能要付出代價 好 我跟你講 結果呢 然後客人都走掉 他們就回房間 把門關上 爆炸了 就是 然後呢 他就知道 他的內心到底 沒那麼的魅力 你說那個女的 真的爆炸了嗎 真的爆炸了嗎 他就那個小媽咪 關了門以後就 就說 你還是跟他玩啦 什麼時候 對 然後整個一晚上 就罵我弟弟 好 所以後來過年的時候 他就乖乖跟他一起 回父母家 回家 可是最後有分手吧 其實無所謂 這後面的事情 我就沒有太監督 接住電視劇 我就少看 所以 我覺得就是給 我覺得 在當下不是說 一定要裝得像小貓 就是給予彼此尊重 就是我讓 我給他一個眼色 我覺得他就要 他就要懂得 閱讀我的眼神了 不是嗎 而且如果在大面說 你不可能回家 你要留在這裡玩 那不是很尷尬嗎 全場都玩不下去 對啊 讓我自己好像 我是很難相處是不是 對 就是兩個人之間 在一起就是要有一個默契 你就要懂得 閱讀我的眼神 我也會閱讀你的眼神 對 就當他快要 像我老公他快要喝到 我覺得他快要不行的時候 我就會給他一個眼神 然後我就會 再給其他朋友眼神說 我們差不多了 可是大家就知道了 你的眼神大概是怎麼樣 差不多的眼神 我都 差不多 這樣 我會以為你還這樣玩耶 沒有 我就會說 我們差不多啦 對啊 可以發揮 我的女生此刻不開心 我就會直接跟你說 對啊 我覺得你讓我 其實都有利有弊啊 就是可能當場給你面子 回到家傷你傷得更深 對啊 就是 外國人就比較開門見山 就是一目了然 那亞洲女生就會 沒那麼直接 對 所以我們溝通方面 就會有一些惡惡 所以妳現在住在台灣嗎 對啊 對 那妳結婚了嗎 對 我結過婚 妳結過婚 對 對 對 我都說很多國家的老婆 不是 對 妳有沒有嫁給台灣男人過 沒有 因為後來覺得 如果我們有愛 就是在一起 不一定要結婚 也不一定要跟政府講 妳之 我之 天之 地之 她父母同意 我奶奶OK OK了 就是說不會因為有婚姻 而才在一起 或者比如說有一天隔閡 或者矛盾 因為我們結過婚我們就 熬得過去 妳的居留證怎麼辦 工作簽證吧 對啊 工作簽證就好了 然後其實 妳們在聊什麼工作簽證 為什麼 因為在關係 如果跟台灣男生結婚 就有居留證就很好 就有很久住在這裡 對 就住在這邊 所以妳就會為了這個兒結婚 不要 每三個月出去一次 回來 誰怕誰 可是俄羅斯的藥 我不是 烏克蘭 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近視很深 沒事 烏克蘭 是結過婚了吧 沒有 怎麼可能 那妳什麼意思在這裡 我在招勞廣 好的 不是 妳喜歡台灣男生嗎 我喜歡 我覺得他們很會經我的話 妳有交往台灣男朋友嗎 有 然後很好控制是不是 對 所以如果要娶妳的話 那個男人必須什麼都聽妳的 對啊 當然必須沒有自己的意見 對 這才可怕 妳可以 太可怕了吧 沒有 妳真的會不會太便宜 不能有自己的意見 不是假的 是不是 我不會假裝 我什麼都不喜歡 我就說 妳咬就咬 不要就再剪了 沒錯 OK 還有誰要提訴台灣的妳 嗨 因為我是日本人 就是我覺得跟前面兩位 有一點不一樣的意見 我覺得台灣裡面 真的很愛吃醋 又很愛管理 男生的一些東西 就是行程啊 那些都很愛管 然後我覺得 我有一次是在大學的時候 認識一個男生 然後我跟她是朋友 有一次在校園遇到她 她旁邊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那個男生對我揮揮手這樣 媽咬這樣 然後就微笑了一下 然後插進來耳垢 我聽到那個女生嗆她說 妳那麼喜歡日本女生喔 那麼 笑著那麼開心 幹嘛之類的 就是 真的沒有什麼好生氣的 也沒有什麼好吃醋的 那為什麼要 就是這樣子嗆男生呢 所以妳 因為我的女生太可愛了 所以我覺得有那個競爭意識 沒有 妳看 女生就永遠都有這種藉口 有時候根本就只是很遠 打個招呼的同學 嗨 麻油 然後女生就不爽 那他就打你這樣 哪會啊 會 居然還都不爽啊 我剛剛跟麻油打招呼 也是不開心 對 你根本在乎她們一起打招呼 有啊 我跟你講 有一次我們在外面 好像是在海邊 美麗灣什麼的 大家一起跳舞 結果有一個男生 又長得不宅一樣 也真的 不宅一樣 在我旁邊扭一扭 沒想到 他老婆想咬我了 就這樣就過來咬人 咬你 真的咬 但沒有成功 但是我 沒有 因為妳閃得快嗎 但我問妳 妳是人類嗎 還說是野狗 對啊 為什麼我有老婆要咬人呢 這下午也不是我主動的 扭一扭 那就是沒想到我的冤枉了 然後那老婆就過來 就想咬我 然後就說很有名的咬那個 就很吃醋的小孩子 從那個時候就知道 玩在別人的地盤上要小心 妳說這個咬 很愛咬人的那個老婆 是很有名的嗎 在那一區 對 但我不是說 代表所有的人 但是 因為一次經驗 就很不普遍耶 對啊 不要講話 因為那個瞄的時候 妳可能還會被抓到鼻子 對啊 還會咬人 她在咬的時候 妳還會這樣 對 不好弄 她會咬很久 你看妳要咬 我就咬不到 對 妳為什麼要告訴我老婆跳舞 你難咬 跳舞 很難咬 很難咬 對 妳遇到我都太另類了 只能咬 很難咬 真的太怪了 真的很厲害 但是麻油還有認為第二點 台灣女生不值得取的 我覺得 台灣女生 不太會除毛 對 我們現在去檢查 我們沒有檢查 現在去檢查 你怎麼那麼多 我認識第一次 剪超平的 沒有沒有 因為就是平常一般的女生 就可能國中生 高中生 或是大學生 不太會除毛 我覺得啦 但是我覺得 就是在捷運上啊 或是學上 就是看到很多女生 就是瘦毛也是很 甚至有時候看到 藝毛 對 藝毛在國外 歐美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有藝毛啊 不可能 不會 不會 可是我反而遇到的 台灣女生都會把毛除得很乾淨 就是尤其是穿無袖什麼 真的都沒有 避毛一定除掉的 一定除超乾淨 你們去健身房看 他們換衣服的時候就 炸出來 真的 炸出來 就知道因為 之後的妹妹來了 她就跟我說 姐姐 為什麼他們這樣子 我說不要看 她真的嚇到了 哪有那麼誇張啊 真的假的 到底是這樣子 怎麼可能這樣子啦 真的 妳這樣可以綁辮子 對啊 首先 首先亞洲人的基因 就是不可能毛 會暴漲成這個樣的 因為他們那邊很多年沒有剪 所以 沒有 我也不會 妳那邊也穿 妳要變多好嗎 到底 妳要輸啊 沒有 我用瓢的 我就是用那個夾子拔 一個一個拔 拔掉 小時候是用瓢 然後現在是用拔 然後我藝毛也是用拔的 用拔了之後 它很難再長出來 對 因為我也是用拔的 真的嗎 就是我也是拔快感 我一定要啊 就是我以前 很痛 因為妳是拔用 妳那時候會覺得還滿輕鬆的 可是拔左邊的時候 妳就覺得 然後我真的是要跨張的 所以後來我就那個 跟我姐 會一邊看電視 然後一邊說 妳幫我拔 然後 然後她就拔完 拔完之後她就說 換妳幫我拔 然後她就這樣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說 妳們像兩隻小猴子耶 有 她就說 她就說 妳是不是拔到我肉 我說沒有啊 其實妳已經拔到 是 姐 對 妳有時候 想要太深 對 然後她剛剛有提到一點說 台灣女生很喜歡管男生的行程 對 我覺得這個應該 不是真的是想要管 是想要關心她的一些 譬如說 對 但有時候他們就 譬如說跟好兄弟出去 不是好兄弟 就跟兄弟好嗎 好兄弟 兄弟們 兄弟們 兄弟們出去 然後他們就是會譬如說 她就說你OK嗎 可以自己回家嗎 我說我OK 但其實他們都是已經 已經喝到不行了 醉到不行了 就我曾經有一次有一個男朋友 他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會跟我說 寶貝我不知道有人在哪 然後我說你到底在哪 他就說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後來我就是跟他講了 三十分鐘 因為他已經喝了 所以不知道在講什麼 我知道他重點在哪了 他就在大馬路上 然後光著腳丫子 然後正在路邊 所以我拿著一個咖啡 然後裡面是裝水 然後裡面還有沙子 什麼啊 然後我就打電話問他好朋友 我就跟他說 好啦 你朋友 你男也是有鬼的朋友是不是 是靈界 我也沒關係啊 那這就我就說 為什麼你們有沒有把他顧 他說沒有 他跟我講說 我OK啊 所以我覺得 他就 我覺得就是女孩子 要去管男生的行程 有的時候只是處置於關心 我們知道說 你有沒有安全地回到家 對 因為我真的有發生過 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滿扯的 很常喝醉的時候 就是 直接睡在路邊 沒錯 可能是不能找一個地方尿尿 他就覺得一次就是廁所 然後不能就是 可能是某個人的那個 腳腿之類的 腳腿 對 我有一次 這真的很好笑 我有一次他打給我 他說他結束了 他已經叫車了 要上車 然後 還沒有到家 然後我就一直打電話 後來終於有人接電話了 是實際打嗝 他說 這個先生他就只跟我說 他要去中校東路 但他沒有說他要去擠 對 然後就一直叫不起來 叫不起來 我現在 你也是喝醉嗎 對 因為他已經睡死 完全叫不起來 然後實際說 真的是這個 這樣不可以 再不接電話 他叫不起來 他上去警察局這樣子 超不爽的 然後我就跟那個大哥說 請他把他送到哪裡 然後我去接他 然後下車之後 我老公就說 不是有要一起 等一下要去搭飛機嗎 什麼之類的 還在胡言亂語 然後因為剛剛我們家樓上 是捷運站 然後他就一直說 走啊 走啊 老婆 我們現在去搭飛 我們現在去搭機場捷運 要 我覺得他 他是不是要去坐一下 腦筆緊張 對啊 他忘東忘西 然後又以為要搭飛機 他連自己家的地址是什麼 他每次都要問他 然後還有一次他就是在 他喝酒 然後我就會說 你現在其實差不多 不然你就直接睡來 你配我們了 然後大概五個小時之後 他也再也沒有回覆訊息 我想那我也去忘我自己了 我就我也睡了 昨天早上的時候 他就會問我說 老婆昨天跟我朋友睡在一起 兩個人 就是他跟另外一個男生 睡在一起 然後我打給那個男生 我也找不到他 結果後來我打電話 給那個男生的老婆 然後那個老婆說 他也找不到他老公 就是會這樣 他們兩個會很 他們兩個 他會不會吵兩個人 真心相愛 真的 真的 然後他會在洗一點的時候 他有拍一張 他們兩個的床照給我看 說證明他們兩個昨天 真的睡在一起 不是故意 就是兩個人 男生就可能太逞強了 會說 就不好意思承認自己真的喝醉 因為我也是 我從我老公回到家的 那個腳步聲 我就聽得出來 他到底有沒有醉 然後我一聽想說 挖婆座 喝醉的腳步聲是 挖婆座 然後他就脫鞋 然後我想說 等一下晚上就有難睡 因為他一打不會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說 他一回來 他就會說 他如果配合那個腳步聲 然後開口 第一句話一定是 寶貝 我不會這樣 你餓不餓 不是 你餓不餓 我說煮好吃給你吃 我說你現在不要去煮東西 你已經喝醉了 很危險 他說 我沒有醉 我沒有醉 然後 他就硬去煮 我也懶得管他了 我只要是看那個火 有沒有關就好 然後他就一直說 我今天真的沒吃 我知道是誰帶回來的 我說好 那你趕快睡覺 然後我就說 但是不要打呼 他說 我真的從來不打呼 所以那天我就把他打呼的 影片錄下來 好 然後我就跟他說 隔天他起來 我就說 寶貝 你昨天喝醉了 他說 我昨天真的 沒 不算醉 然後 那前面那個 怎麼會有碗 他忘記了 完全忘了 我昨天一定要煮 你不記得嗎 他說 有嗎 我有水 沒有嗎 然後我說 而且你說你不會打呼 是不是 你自己聽 他說那不是我 他就是你 所以日本 日本女生是 我覺得我們是分得很開 男生的菊就是男生的菊 女生的菊 就是女生的菊 但是我覺得 我身邊的朋友都是 我的女生朋友 都會跟著男朋友一起去 喝酒 吃飯 幹嘛的 其實 男朋友去哪裡 就是要跟著 怎麼可能啊 我是覺得 日本路上超多喝完酒 然後直接那個領帶綁 頭上就這樣睡 因為女生不會管啊 對 日本的太太 是不會管說 老公幾年回來 對 不用管 不是不用管 應該是 因為我們分得很開 而且 就是我第一次來台灣 然後就看到很多女生 傳訊息跟男朋友說 你在哪裡 你跟誰 你現在在哪裡 然後急一點回來 對 在吃什麼 對 我就想說 拍照 你這個 你一直在吃 拍照也是 就在幹嘛 現在是這裡 我們在吃這個 男生看 又是站著 就在哪一個陣子 對 然後就想說 要視序一圈對不對 一圈這樣子 然後就想說 你在幹嘛 說 因為我女朋友要看啊 我說 好可憐喔 怎麼會 你看 就懂我們很辛苦 對 就說 有人願意跟你在一起 你只要感激一下 對 因為妳的話 妳是完全不管男朋友 我覺得 不會去管 而且 如果我要跟著 我的男朋友 一起去吃飯幹嘛的 我一定會給 可以就是誇獎他 就是可能平常 他很賢慧啊 幫我做什麼啊 他工作很辛苦啊 怎麼樣 就是我一直 就是當眾說謊是不是 對 他在講說什麼 但是 他聽到還是會很開心啊 所以妳是交台灣男友嗎 沒有 我很希望 就是未來會有一個 台灣的男朋友 為什麼 台灣男人哪裡好 我覺得非常的貼心 因為 畢竟就是 我認識的日本男生 都滿大男人的 就是 就是這些事情 女生該做的這樣子 但是 我認識的幾個台灣男生 就都滿賢慧 就可能就是 那個什麼 水果都會剝 削皮啊 然後就會煮飯 我女兒肚子餓都是找爸爸耶 都不會找我 對 然後我老公就會煮東西 給他們吃 好不好 然後我躺在床上 看韓劇的時候 就在表我今天一整天 我都不會動 所以我老公只要一起來 我就說 PB妳要去哪 他說 上廁所 去喝 可不可以加一下熱水 他就說 好啊 妳不覺得很像吧 真的 就是我老公是真的是 台灣男生還滿貼心的 台灣男生很煩 對啊 有給我們啦 有 小心 有給我們 對 他有一個問題 俄羅斯的代表 我就是 我覺得有些女生 會有公主病 就是 我有個女生朋友 他教男朋友的 準則一定是要有汽車 就是他 他沒辦法接受 他男朋友期末的時候 在他 因為他打理還有頭髮什麼 妝都會被吹掉 或是頭髮會垮下來什麼 或是夏天又很熱 有時候又下雨又要穿雨衣 很醜 很麻煩 所以他沒辦法接受 或是他覺得男生也要 就是不能AA 他覺得 他跟男生出去 他應該要付點錢這樣子 對啊 可是我覺得台灣女生 很愛坐機車耶 也不是說很愛 我超愛坐機車的 妳很舒服啊 很近啦 好玩 而且很近耶 對 會有談戀愛 就是重新有熱戀的感覺 以前年輕的時候 坐機車那整個是 對不對 無連貼的跟什麼一樣 對 手都會有 到底要扶後面 要不要抓他 有 然後他就會這樣把你的手 這樣抓過來 就是說抱我的意思 對 好厲害喔 在懷念 然後一開始還會有一點 要空格 然後後來他就是 慢慢地 對 然後就在那邊接住了 然後 然後 好久沒有這種感覺 天啊 下一次都一台摩托車來了 前面的男生 還會這樣摸後面的 就是停車 停紅綠燈的時候 手在那邊捅 其實機車是一個 很性感的東西 沒錯 其實我覺得台灣女生 應該就是 對啊 就是 妳喜歡他 才願意給他載 對啊 不然誰想要跟一個人 靠不近 然後抱在一起 可是我覺得台灣女生 一直要求男生來載 就是 對喔 可能是開車 或是騎車 就是 我下班了 可不可以來載我 或者是男生朋友跟我說 現在要去 載我女朋友去上班 我心想說 去上班 還要男朋友載 什麼意思 你不能當結院嗎 開機車車 多相處一點時間 是這樣子嗎 這麼貪命 哪有 妳看妳們永遠都有藉口 有時候真的搞超麻煩的 比如說我還沒收工 然後可能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她就說 她可能一個聚會結束 她要說 她回去 結果就開始跟你哭訴說 你知道每一個人結束 都是男朋友載走 我是自己搭Uber 我說 還搭Uber很好啊 我說我還沒收工啊 那我可以幫妳叫車啊 她就說 那個是一個感覺 沒有 太多感覺了 大姐 我沒有那麼多感覺 我還沒收工啊 她就說所有人都可以這樣載 你不要講得好像一副 你真的有交戶 你不是那個樣子好不好 真的有交戶啦 那是真人 那不是好兄弟 誰會喜歡上帝 那個真的啦 她還是有 她很會欣賞 你不要講得小孩六年級喔 不是 可是她很會欣賞人嘛 對啊 音樂還有一個 就是 還有一個是 就是很多台灣女生 就是結婚之後 他們就真的在家裡 也不會出去可能玩啊什麼 他們就顧家 然後也不打扮 也不化妝 很多這種 很多這種花靈子 老公每次看到你回家 那邋遢的樣子 然後你就會覺得 他外面的女生 都漂漂亮亮的 就會吸引過去 我覺得 女生應該要有自己的事情 還是要有自己的事業 工作 對 這樣男生就會欣賞你 覺得你也很有魅力 因為你有自己的生活之類的 對 我有一個 就是我剛開始來 然後我參加我媽媽朋友的婚禮 然後 因為跟她還滿熟的 就準備一個比較 就是像項鍊 比較個人的這種的 禮物 然後結果到那邊 就好像一個 某一個阿姨就問說 你那個禮金 禮金 多少 然後我就 什麼意思 我想這是要付門票的一件嗎 對 然後後來就是 就有朋友就說 平常是要準備 紅包 對 那還好就是 我媽媽的朋友出來 然後讓我們整個很尷尬的 情況變得沒有那麼尷尬 只是在當下覺得 很像被判斷 就是你怎麼沒有 你不知道嗎 你怎麼會 他有這樣質問 你說你怎麼沒這樣包 他拿那個板子 然後要斜下來 然後我就有一點 然後我中文也不太好 所以我不太 知道怎麼回他 那你有沒有剛剛說 我是 對 我有說我有帶禮物 他說那你可以親自給他 那你的禮金呢 對 因為我聽過 很多外國的朋友講說 台灣人很喜歡 問多少錢 你包多少 對 你要包便好 你心血多少 是真的 他們都是 他們覺得這是我很個人的事情 你怎麼問得那麼自然 所以你們一直點頭如早算 你們也有這種親戚嗎 親戚有人問我 對啊 郭外 今天有人問你 對 問你 今天問你 問我你YouTube一個月 穿多少錢 蛤 我不常問這幾月 是 給你貓了嗎 負責費多少 那請問在你YouTube 點閱人數有多少 這也不能問嗎 這不能問嗎 不能問啦 這不能問 為什麼 點閱率可以問 點閱率 點閱率喔 現在 訂閱應該 五十七萬吧 哇 很厲害 所以你的頻道是在講什麼 就是台灣的部分啊 就是 吃 沒有 所以整個頻道都是在 吃台灣難吃的東西 然後去台灣不好玩的地方 對 等一下可以去找一下 台灣星期 所以你也是被 就是有人問你那個 靠YouTube賺多少錢 對 對 那你有回答嗎 我會說 不 還好啦 還好啦 不錯 真的 台灣人真的是 很愛問這個 對啊 所以你們也有 兩位日本朋友也有被問過嗎 有喔 我們也有耶 可是在日本 這一題是很沒禮貌的嗎 是 連自己的爸爸媽媽也是沒有問 這個是沒禮貌的事情 是一到十分 這個多沒禮貌 差不多九分吧 九分 對 不能問錢啊 很嚴重 天啊 那我是一個超沒禮貌的人 是 好笨 很愛問錢耶 對啊 所以你們是被問什麼 什麼錢 因為我的話 他計程車的司機問我 計程車的司機 對 你的興趣多少 是會的 你是日本人吧 日本人的話在台灣工作 賺到很多興趣嘛這樣 所以我面長跟他說我的月薪 然後他跟我說 我好可憐 這樣 對 對 很羞辱 好沒禮貌耶 對 很羞辱 好沒禮貌 謝謝 是 可是你講的月薪是講真的嗎 還是說你只是隨便講 真的 你可以講 那是多少啊 我 喂 真的 真的 你這個話其實只留在計程車上 現在公出於是 你都已經跟司機講了 剛好不跟我們講啊 有 你還是有去偷聽一下 我的天啊 偷聽一下咧 有沒有兩萬啊 有 有 有兩萬 有嗎 有 沒有 不用了 兩個人不一樣嗎 有 我來聽一下 聽一下 你們是一個團體嗎 對 慢殘少爺 意思表演嘛 所以你的 兩個人不一樣就尷尬了 什麼 什麼 他的嘴型 不舒服 對 我會想像這樣 好 來 怎麼 對 不一樣嗎 哪一個咧 怎麼 真的假的啊 對 真的 很多的人 對 為什麼不一樣耶 差很多耶 差很多 不一樣 有人在多點 可以講講 你才有多耶 你們是一個團體 結果薪水不一樣 而且不 等一下 差很多耶 你們不是救助的啊 真的 我想真的 我發誓 我不會做假效果啊 你們不是一起活動的嗎 那麼我們 解散了吧 不要講耶 沒有 是不是 你們這個團體 是不是你講話講比較多 是嗎 是不是 你講話講比較多 你要負責比較多表演比較多 而且我寫腳本 你寫腳本 是 所以他只要負責 演你的腳本就好 對 沒錯 那應該啊 你比較多 我寫他的比較多 我會比較 你講就是他比較多 誰講的要有解散 不公平啊 你也會寫腳本嘛對不對 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講中文 他會講中文 但現在很多人跟我講 我的中文比較好 我沒事你會寫腳本嗎 輕一點 好輕鬆 好輕鬆 內好 就是確定在我們節目解散 提示來 但解散 但你們平常講的那個 曼仔的內容是中文嗎 是 中文的 那現在可以來一小段我們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認真喔 然後我們就可以判定 誰應該拿比較多錢 OK 好 好 那你一直這樣 大家好 我們是曼仔 小偉人哈 請多多指教 好 謝謝 台灣跟日本的文化差很多 是啦 沒錯 在日本我的名字 叫做 對 這個是在日本 普普通通的名字 是 但在台灣要改 中文的發音對不對 對 所以我的名字變成 這個很麻煩的名字 所以有的台灣人跟他說 我桃園太田 可以換半島的這樣說 很無聊 很麻煩 但每次都會這樣 但這個還OK 已經習慣了 是 其實在新巴菊 買咖啡的時候更麻煩 對 我要預備明明是 請問 您貴是 太田 不是 不是 甜度 不知道 太田 不 不是 就是這樣 我的名字就是 太田 對 好 好正宗的曼仔喔 真的才是真的曼仔吧 我們的工作也滿多的 可是 而且這個腳在寫的 快點在講 什麼曼仔 這個部份是我自己寫的 你自己寫的 可是他舉手是不是他寫的 這個不是 他 他 撐起來這個段子 可是 我寫的 不是 等一下 但是是他的 是他的想法 對 他的想法 你只是把它寫下來 那我寫的嗎 感覺 不是 你寫的感覺 可是他還有挨打 對啊 這樣很慘耶 而且是用你的名字開玩笑耶 對啊 為什麼你 這個是我的身體的名字 對啊 所以主角是你啊 憑什麼 對啊 對啦 對嘛 太田 才可以這樣 三木 你今天把酬勞給太田 合比 很好 還有什麼事情 是讓你受不了的 追垃圾車這件事情 我覺得好荒謬喔 因為在馬來西亞 就是每一個家的後面 都會有一個大垃圾桶 就隨意把所有的垃圾爐 往下丟 然後就有垃圾車來收 但是在台灣 因為我住公寓 然後又要 固定的時間 然後只能 是幾點 七點半 跟九點十五分 我都要把它背起來 然後在那個地方 就要領著一大小包 然後他要分類 分類分不好還要被罵 對 對 就是說小姐不是這樣丟 你可以拿去 這個不能回收 他要被罵 然後我就說 我們今天沒有收紙類喔 拿回去 拿 還有分天 你拿一天 有喔 這麼嚴格喔 對 就是有一些天數 是分數交流 一些天數 我就有的時候 我就會可能比較生氣 因為說 我真的沒時間了 我就只有今天 這個禮拜今天可以丟 你可以拜託收一下 不收 我的垃圾真是我有點 我有點很無奈 他下一次不收 你就當上唱一首最厲害的歌 真的 你哪一首歌 你新歌哪一首最厲害 就是他一聽就想說 哪一個知己會這樣 你唱我看他會不會被你感動 心一跳 愛就開始煎熬 每一份 每一份 那是要拿來 拿來 天火 粗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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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魚我失了好不好 來喔 我幫你把粗魚弄乾燥 你就是 你抓不到台灣人的個性 台灣人就是 台灣人就是拔乾淨 OK 你就是拜託什麼 他就會不理你 你就要說 每一份 他就說 哪一份 哪一份 沒有 我就寫起來了 一些小撇布交給你 OK 好 所以黑龍也要追垃圾車嗎 沒有 我也會 可是我們真的 我家附近的那個垃圾車也 那個阿公還是叔叔嘛 也很兇耶 這個不行啦 這樣子真的 對 不是 我跟他沒關係 對 我跟他沒關係 應該大家可能看到我會怕 有啦 你就這樣子 太兇了吧 對 你說車子一停到 你就往上丟了 對 對 如果你這樣子丟 他可以兇你 可是你自己兇他 他就 你最丟的就是在比兇的 不是 什麼邏輯啊 這樣 我覺得日本的朋友 日本的朋友很有禮貌 你們應該不會這樣丟 沒有 絕對沒有 不要一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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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差異 然後那個司機還要說 你弄那麼低 我怎麼拿 你拿到 所以我這些都幾個 對 一斷 來 你你是瑞典人嘛 對 沒錯 所以你就是從小在瑞典讀書 對啊 我是高中畢業後才來台灣 所以你覺得瑞典 跟台灣的教育 差最多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 差最大的一個地方 應該是說 因為在瑞典 我們的整個教育啊 我們 教育啊 學校啊那些 我們一直都是在追求 平等 所謂的平等 就是 所有的學校 基本上都是要有 就是是一樣 老師啊 跟樣子那種 不要 不管是你是寵的 還是就是有錢人 你們要可以收到的教育 是要是一樣的等級 所以瑞典沒有什麼 私立學校 公立學校嗎 當然是會有 但是 不是很普通的 然後沒有很多人都會去 因為我們的公立 已經都是做得那麼的好評的 就這樣子 所以沒有 一分說什麼 我讀那個然後大家說 你好學校耶 然後讀那個就 你知道有些人會說 這個 基本上是沒有 不管你是哪一個區或什麼的 都 所有的學校都是 就是在追求平等 當然多少會有一點點的差別吧 但是 理想就是都是要是一樣的 而且你們是不是說 小學這個階段 完全沒有功課 對 不是沒有功課 還是成績單 對…我們是有功課 但是沒有成績 你是六年級的最後 就是六年級要結束 才會收到第一張成績單 那這個就是因為 因為小朋友真的 因為這個只會造成他們的一種 壓力 壓力 想要比較的一種傷害 那會不會這樣 六年級的最後一天拿到 不及格 當然不會 重讀 重讀 你怎麼搞定跟我講 我跟你講 不是最不愧的是父母親 要一直累積六年 早就亂了不及 我以為你不錯的 到六年級的最後一天 當然不會 你最後畢業的時候 拿到成績單是什麼 沒有 因為重點是說 小朋友不需要知道這個 一直有比較的心態 因為很多小朋友 他們也是如果知道 因為如果是公開的 如果有困難的一個小朋友 他可能會就是覺得 我自己是笨或什麼 或者是會被別的小朋友欺負說 你很笨或什麼 那這個壓力是他們不需要的 所以瑞典沒有霸凌 沒有 我們… 有啦 會有啦 一定會有的啦 這是很多原因 所以在瑞典 是不是一般人不會問說 你比較喜歡爸爸還是媽媽 不會啊 人家都愛啊 平等的 就是不會問比較性的問題 對 因為真的是 不需要做成那個壓力嘛 對小朋友是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不是說 你就是隨便亂上嘛 因為 誰會知道他們的程度 就是老師嘛 老師一定都知道 如果有一個小朋友 需要比較多一些幫助啊 或者是有什麼困難 當然會跟家長分享 然後會看 如果 比如說你對什麼數學 還是國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 那是不是我們的教育方式不對 因為不是每一個小朋友都 學的一樣嘛 所以是老師會先反省自己喔 對 不是… 真的… 真的耶 是說 如果你用問題好 那為什麼 我們怎麼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是你需要別的方式來選 還是什麼 不是說好你不會 你就是多學 多讀書 不是花幾個小時做同樣的 不是 好你這個你就問題 那我們就來看 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每一科都還是會考試 只是說不會 告訴你說你是全班第幾名 對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還是… 比如說我考數學 我還是會拿到一個 我考六十分 沒有…不會… 就是錯就錯 對…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然後… 在一般的那種考… 一般的考試 那可能會有一些分數 但是不一定 沒有… 我想起來 沒有 我記得沒有… 沒有… 二十幾年前 但是你們要怎麼計程 你是不是… 沒有… 沒有… 因為沒有什麼考試 因為你的成績都是六年級 最後 你是高中後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馬爹你現在是不是已經 不了解現在的瑞典了 沒有 因為一樣 現在它也是一樣 他們有時在推說 是不是我們要再做早一點 但是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抗議說 我們不要 然後像我媽 她就是老師 她是小學的老師 她也一直都是覺得 不要更早給他們成績 六年級已經夠了 因為這樣子 他們開始高中 才真的就是 你是比較大的 就是… 對… 所以你就可以面對這些 但是六年級之前 不需要有這個壓力 然後我媽的老師 她也認同 如果是老師 我也希望到六年級再改成 你們… 就不用看考卷也不錯 要啦 還是要看考卷也不錯 對啊 只是沒有分數 沒有分數 沒有這筆這樣 沒有分數 不然從小就學一加一等於三 她要到六年級才知道 一加一等於三 沒有問題 因為最近我看到有人在分享 瑞典小學教育 說一二年級 他們上課有一個很重要的課程 是 認識情緒 就是說她老師會教小孩認識憤怒 如果妳憤怒的時候會怎麼樣 妳做一個表情 然後小朋友就很憤怒 他說那妳記住 那妳就會這個憤怒的時候 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排解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們就是在很多人 對瑞典人來講 他們情緒是 從小就認識 現在他們情緒都很穩定 這是真的嗎 那是真的啊 那雖然是 比較像這種課 是比較最近在 就是這幾年是開始的 像我以前是比較沒有 但是還是會有那種 就是因為妳在學校 妳是一個小朋友 妳就是要覺得是安全 妳要覺得可以溝通 就是來上學 要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嘛 所以會 當然會有一些那種 如果妳有什麼情緒 這種我們要怎麼面對 跟怎麼處理 多少會有這種的互動 但是最近現在就是 是真的會有一些課 是來做這個 但是妳有上到一點點吧 沒有啊 我是沒有 我小時候沒有 最近才有的是不是 對 所以妳情緒還OK嗎 我的情緒還是很OK 我們瑞典人都是 都是情緒很好 會比較主要 會很激動 我會很激動 我會很激動 會問老闆 對什麼樣子 會爆壞的 我沒見到嗎 我沒有認識過生氣 但是我比較不會生氣 我也比較不會發脾氣 這真的 我就是 我看到他這麼多 他很少發脾氣 你們倆熟嗎 不熟 那妳當然不會看到 怎麼會講句話 我覺得妳對起來 比較沒有脾氣 比較沒有脾氣 我自己本身就是老師 可是妳說妳會交到一半小孩 給妳擺臭臉 對 就是因為我接觸的小朋友 都有分不同的年紀 但是差不多有情緒的 差不多都在國小 然後來的時候 來的時候有幾個已經擺在聯社了 一開始進教室 寶寶也甩了 甩東西也甩 然後我叫他們先做一些 基本的運動 先軟身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了 說糟糕了 我這個課程我也是要情緒管理 然後後來他就是 我直接就是在一半的時候 就覺得他配合度沒那麼高了 他就開始配合度就是 真的就是 要做不做 對 就沒辦法 因為我是舞蹈老師 所以在教大部分是舞蹈 然後他們就已經一半了 有幾個就很認真 但是有幾個已經想到了 就停止 但是我也是會去關心 問他們說 妳是喜歡這個音樂還是不喜歡 他說不喜歡 那我說那妳喜歡我 編排好的這個舞步吧 不喜歡 然後我一直想造出 妳到底喜歡什麼 我都不喜歡 是我爸媽喜歡 我媽媽喜歡 他比我來學的 我幾乎聽到了 我就覺得 一些孩子的壓力 我也有壓力 然後後來當然結束 我會去找家長去過重這個部分 我會說不好意思 如果不是他的興趣的話 我會建議你還是先不要 因為我也壓力也很大 他永遠學不會 我先講真的學不會 對 可是他沒有用心在這裡 那當然有些家長 他就會覺得說 我就是交這一筆錢 妳怎麼都沒有幫我的小孩子 學會 然後我也是 哇 我就覺得 台灣家長是不是還滿 講話都很直接 很多很直接 所以我也在學習 因為我講話也很直接 但是我也在學習 要講話婉轉一點 所以妳有跟家長吵起來過嗎 那我跟他說 好啊 妳交再多的錢 我就不想交啦 因為不好交 對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交啊 我當然 我很在意孩子 學會跟我一起跳舞 因為我不自製一個老師 這些孩子學會 是帶到舞台去耶 我帶他們去表演耶 沈小姐妳教的舞風是什麼 巴西加年華 巴西的 妳意思是後面嗎 好想看喔 妳忘記嗎 妳曾經跟我一起跳過啊 沒有啦 幹嘛 好笑 好笑 沈小姐真的好笑 不要不要緊 我真的也有用盡事情 妳不要這樣嚇我好不好 妳也太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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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好笑 妳好笑 因為我非常的講故事 要跟別人分享故事 就是說 妳知道我遇到那個誰 那個誰 妳知道那個誰 誰 誰 就是那一張 誰 很難穿那個男人 他老公是那個誰啊 他拍過那個什麼戲 那個導演 他叫什麼名字 那個那個戲叫什麼 對 那個戲 沒有一個知道的 然後就是 完全沒有 沒有內容 我們最近 就一直在化妝間 進行這樣的交代 不過我這個畫是真的啊 妳可能忘記了 還有以前一個叫Lise Lise 那個巴拉圭混血兒 Lise 我們知道 我在現場跳 妳也來妳的溝標舞啊 所以我永遠都記得妳的溝標舞 那是康熙對不對 康熙 我們一起幹舞過啊 所以是真的 是真的啦 真的啦 對啊 雙重梗耶 好難喔 他們想我又跟我說 是 小孩子是跳是溝標舞的 那個Samba 我是巴西加尼環 Samba 那我們可以看一段嗎 當然可以啊 因為 我們有 一起 是什麼音樂嗎 就Samba 不要來一個拉丁的 拉丁的是他喔 我的是Samba 音樂的加尼環 先抖屁股 這有了嗎 是不是下巴音樂 這應該就是 這可以 好嗎 妳跳妳的我跳舞 5 6 7 8 好厲害 這屁股 有感覺耶 我喜歡 我喜歡 左邊 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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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也有這個 對 往後 好嗎 這屁股的感覺 我都會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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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球 太高了 這個好 為什麼 你最高的鞋很高 你 腳底粗 所以就 鞋子很重 會飛出去 你什麼鞋 你比較吃香耶 你跟我這個 很兇的 很高 很小 高跟可是要緊 真的超高的 謝謝大家 很厲害 很厲害的 跳 一跳就有巴西家 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是很明確的不同是不是 就是國標跟 國標跟 真正的 這個男生會去學嗎 會 小男孩 有 我們在巴西 跳得最厲害是男生 要帶一點娘娘槍是最好 她講好正經 她講好正經 那你這樣 哪一個家手 你這樣 有啊 我也有男生耶 可是不一定啊 很妹也可以 很妹也可以 也可以 對啊 真的厲害 可是我覺得馬丁很酷耶 因為他就是跟著他的小孩 一直去褲跑 對 褲跑 跑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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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我以前就是 真的喔 對 因為我從我小時候 我也是就是體操 然後也是很多的巫術嘛 哪一個 熱情 我不錯了 誰讓你放 來了啦 你 不錯了 我沒想到說他體操 還是你還是很好酷的消息 沒有沒有 因為像 我現在一個這樣子的 好大 好大 很輕鬆的感覺 但是很不錯 他是一直手 一直手耶 對 好 那我的重點就是因為 像呢 他跑褲跟這種東西 都是要 你要知道怎麼跌倒 怎麼跌倒都會 比如說 從很多的武術學會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才不會受傷 在拚才也一直都會用到的嘛 那跑褲是最需要知道 怎麼跌倒 怎麼降低 怎麼調完那些 你才不會受傷 像我之前就是因為受傷了 我的那個四肢潤在前面 又斷掉 然後後來我就 走手術 然後又斷了 然後現在就是只為一個 你覺得十四肢潤 好像是一個很容易斷掉的東西 很容易 所以遇到機械的動作 會斷的 但重點是 我想要他 他學這些東西嘛 所以我就會這樣子 一直都是鼓勵 那我們就一起玩 然後我們就要他怎麼 可是在哪裡跑啊 一起真的重要 都在哪裡玩 這些都是可以玩 高速公路 OK 那已經會到處了 我們已經害羞了吧 不是都是在那個高速公路 高樓這樣飛來飛去嗎 他的概念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重點就是 是你在做一些跳的啊 跟抓東西或什麼 其實你不需要很高 那個只是一個感覺而已嘛 當然你學這些變得很厲害 你就當然是可以挑 在一些比較難高度的啦 但是重點他只是在跑啊 是在直到就有一些 這種小階梯啊或什麼的 你就可以從這邊跳到那邊 然後就是做一個 客氣 對啊 就是穿過去是一個好玩具 如果說有一天你小孩 所以爸爸我現在跑過很厲害 你來看 我可以從十樓這邊 跳那個十樓音樂 我應該不有點擔心的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 最好是不要玩的啦 對啊 最建議他 那因為我在國外很多 喜歡挑戰最高樓的 對 極限 對 極限 對 對 看他是多大 如果他十三歲說他要做 那當然不行 如果他二十二十五歲想要做 我也不會急著 二十五歲還是你兒子啊 還是可能會 可是這個是 如果真的是他的夢想 他的熱血 他的喜歡 他的這個 那我不能阻止他 那萬一真的出生一 保險受益 萬一真的是 都是他的選擇 他做這個 他覺得他很開心很快樂 然後我也相信 因為我當然會鼓勵 就是說所有的安全都是要對的 不是隨便去讓 但是如果他像這個 他已經學了很久了 變真的很厲害 OK啦 當然啊 這很棒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